大家好,這也是遊戲廢人 在這幾天,永生不朽最多玩家有提到的問題應該就都是 傷成到底會不會很坑 就我目前體驗下來 完全沒有課金其實玩起來是還蠻順利的 雖然有些地方會稍微有點吃技巧 但不會到 很難打的程度 也有玩家表示他其實練到60等都不課金也是不會有卡關的問題 當然這款遊戲60等滿等才開始 暗夜破壞神一隻都是滿等才開始的遊戲 但在這我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遊戲裡面目前所有的科金機制 當然有一個東西我還不太清楚他的 用途這個等一下我會講到 那麼我們要先有一個概念就是遊戲裡面的鑽石叫做永遠的寶珠 那他的基本價位 如果我們先不看Burner的話 基本價位其實等於是 120日幣換算 60寶珠 那我們以1比4來算的話 其實跟台幣大概就是1比2的程度 也就是1台幣等於2寶珠 我們有這樣子的認識大家就知道 那這些Burner的話就是等於是可以稍微省一些 那最基本的 初心者的禮包 這個的話他就直接 60寶珠 可是他是 120 換算下來其實就是完全一樣 他寶珠並沒有折扣 是多送你的這一個 武器造型 那就看你想不想要這個武器造型 如果沒有想要的話其實這包不買也沒差 因為他的寶珠 其實沒有比較划算 你花120日幣去買 60寶珠跟你直接從這120日幣買60寶珠是完全一樣的 他只是多送你那個造型 這個 我個人就覺得比較划算了 因為畢竟他有給你 紋石 那紋石有分成這兩種 這個高級的紋石 是你只要進去裡面打一定可以保證出一顆傳說寶石 傳說寶石有分成 1星2星跟5星的 目前我製作的都只能夠做到2星寶石 製作的寶石材料在這個一般的紋石的關卡裡面可以達到 符石 那這個其實就等於是你無課玩家 每天 去打這個 一般的你還是可以去累積符石 但是 如果你有課的話你可以直接打這個 拿到完整的傳說寶石 傳說寶石就算不是拿到自己想要的它也可以當做升級用的材料 目前聽說遊戲裡面是 打50場會保證一定可以打到一顆5星的寶石 但是會拿到哪顆不確定 因為遊戲裡面需要的寶石 完全看你自己想要玩什麼build來決定 在遊戲裡面如果你等級達到一定程度 我忘記是等級級 好像35等吧 他會開啟這個 來自 遊戲推薦你的build 當然你自己要再組還是可以組 只是這個就會比較輕鬆 那像我現在我會很想要玩這個 火焰系的 可是火焰系的關鍵是出在於你必須要拿到這一件傳說裝備 這件傳說裝備可以把雨池術變成流星雨 雨池術專本身已經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冷卻時間只有9秒而已 但是 變成流星雨這就會差很多 那再加上其他的裝備 例如說像 可以把 這一招 中文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他這招雖然需要聚氣 但是對於受到火焰燒傷的敵人會有很大的增傷效果 那這一個是透過地票 裡面會講到 地票 在10等的時候可以自選一件傳說裝 那這一件是可以選的 可是因為 它是聚氣多一階段 我本身其實不是很喜歡玩聚氣系統 所以在沒有拿到流星雨之前 這個 其實玩起來 就是不是那麼爽快 但問題是我現在玩的是水晶系統 水晶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出在於他需要戰裝 那在後面的王戰裝有一點點危險 沒有到很難用 但問題是就是 稍微有些危險 再加上他的關鍵 裝備也是這個 把雷射變成三條 然後再加上讓雷射會燃燒 還有這個增強水晶效果 但問題這些我都沒有拿到 所以說 目前這兩個build 其實我都玩起來 不是那麼完整 然後他下面就有 他需要的傳說寶石 那我傳說寶石是先以 就是水晶系的來 收集 但是像這四個 還可以收集 但最後這兩個就是 五星的 那這兩個五星的就要去靠 打副本來拿到了 所以在 消耗上面來說 高級的紋石會蠻 消耗蠻大的 然後這裡就是紋石 一顆高級的 一顆160 那10顆就是1600 換算下來 等於就是台幣800塊 然後這一些 剛剛這兩個 是我剛剛已經介紹的 那剩下是隨著你主線推進 就是你打過的主線關卡 他會給你的一次限購禮包 其實越後面的都 算是越划算 例如說像這個我剛拿到的 他直接給你7顆高級紋石 然後這一個的話是 之後有一個 八人副本系統 裡面可以拿到 用來強化這一個 戰力瓶使用的 那最多可以身上 裝五個 只是這一個需要 八人 而且這個八人副本難度 有一點高 所以你全部無課玩家然後都沒有任何溝通隨便亂打是很容易打輸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 會下定決心就是要等台幣的原因 因為在日幅要溝通 實在是有點困難 遊戲裡面還有這個 固定隊伍系統 那好處當然就是如果你在網路上約好可以找到都是 可以溝通的人 然後固定隊伍就會比較好打 但我覺得大家都是 台灣人情況下會比較好組 在 這裡有一堆 都是 日本人啊 可能是韓國人 這其實 自己要用起來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這些東西我可能就要等到台幅才能夠去比較認真的玩 那這些禮包 基本上都算是蠻推薦的 但不買 也是可以 反正他沒有時間限制嘛 你只要完成以後他就只有一包在這裡 他也是最多只能夠買一包 所以你就放在那裡等到真的很需要的時候再買 那如果 沒有需要的話其實可以不用優先買 然後這裡的話是實裝 左邊這個1000鑽的實裝是 有武器跟衣服 那右邊這個收藏家的話比較貴他是多了一個傳送門的造型 在這裡還有傳送門的造型 那最後這個比較貴他是還有多的這個應該是 頭像系統吧 然後點左下角的話他會有他這一個的概念 對就概念 那這一套就是 暗黑2的法師 因為各職業就是暗黑2的造型 那實裝的話因為並沒有能力加成所以就是 要買不買都看個人 像我自己本身的話就可能會有點想要買這一套 但這個就到時候再說吧 然後這邊就是季票跟月票的部分 首先季票的話其實 可以只買這個強化就好 換算下來等於台幣大150塊而已 算蠻便宜的 然後可以多拿到很多東西 包括他會有 紋石 還有像這個強化道具 還有很需要的 一般寶石 因為我們除了傳送寶石以外還有一般寶石需要收集 一般寶石平常可以從 以外副本拿到但是以外副本需要碰運氣才能夠遇到 出現的話也有可能會有人去搶 然後這些紋石 其實以150塊來說他這些給的東西非常非常多 而且大紀塊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他把好的東西其實都放在上面 下面的東西也都不錯但是 最主要的獎勵都給你在上面 所以就算你是無課玩家你玩起來還是 可以很輕鬆像這個 10等 可以拿到一件自選傳說 但我現在還沒有選是因為我不知道要選哪一件 像這個是火焰系統的 但我又不想要玩這一招 因為這招鋸器系的 我不太喜歡玩鋸器 然後這個是我現在的主力技能 問題是他是 增加他的 施放跟 移動速度而已 那一招我自己本身覺得現在的速度 我還蠻好控制的 他變快我不一定會比較喜歡 所以我也不想要選這一招 那剩下這個 火焰中心 然後東之銅 還有這一個 這三個都是增強冰雪裝甲 問題冰雪裝甲我還沒拿到 冰雪裝甲他是44等技能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三招的效果如何 所以我也是在選也沒有意思 那最後這個 暴石的虛無 他是增強黑洞 但是這一招主要是給你用來PVP用的 在他的PVP Build 裡面有介紹到 所以我也不會選哪一招 就變成 現在我選好像也 不用那麼急 等到44的拿到冰雪裝甲再來 才確定 到底我要選哪一個 所以這如果你沒有很急著想要 在這裡就一次升等的話 然後還有多拿到傳送門 然後還有這個偷框 如果你沒有想要特別多拿這些的話 其實就買 610的就好 再來這也是月票部分 月票他主要是 直接給你兩顆這個傳說 那這個二星傳說因為一開始你就會透過任務拿到 這兩顆給你的是讓你強化用的 當然你也可以拿去強化其他傳說寶石 那再來有7個紋石 30個小紋石 然後還有這個 一般寶石30顆 全部拿算是蠻划算的 因為 這個算下來的話大概是台幣 300塊左右 300塊拿這些其實很多 再加上一個月期間內你包包會多 6牌 然後還有 遠距離用交易所 還有交易所的格數變多 但是交易所可以交易的東西很少 就是給你交易寶石而已 因為寶石並不是全部都可以交易 他會有必要是可交易跟不可交易 而且交易並不是永遠的寶珠 他交易是交易這個白金券 而白金券是用寶珠去換 1比10 那白金券其實你在任務裡面也可以取得 矮金券主要是讓你去 強化你之後的 裝備跟寶石用 而不是 讓你去買傷神的東西 所以你就像換到白金券 也只是能夠強化個人而已 這一點其實對於之後 像有些人會擔心工作是什麼 算是有一點防範效果 因為工作室拿到白金券也沒有用 他也沒辦法去 賣東西 他 打到的寶物 其實也不能夠拿去交易 因為裝備那些什麼都只能自用而已 你只能夠自己直接用多餘的 素材 符石和那些的 去做 寶石來去賣 就是你如果缺白金券的話 那你做寶石可能做出 覺得是你不要的寶石 你就可以把他拿去賣掉 然後換白金券 所以他交易所 我覺得 效用不是那麼大啦 主要還是靠自己去打 也就對於 想要靠工作室來農 來說他的機子 其實 我覺得算是 對工作室 賺不到什麼錢 像這款遊戲 又不能自動戰鬥 所以工作室為了這款遊戲 來特別用 我覺得 應該 不會那麼多 但 誰知道工作室總是能夠 找到 方法來 想辦法賺錢 這個就到時候再看 目前至少遊戲裡面看起來 算是 還蠻 peace 這邊就是剛剛看到的 直接買寶珠的 那這邊就是用寶珠換 白金捲 就搞我跟他說的 1比10 最後這個就是我說我搞不懂的東西 他一定要用寶珠才能換 目前遊戲裡面沒有其他管道可以取得 他裡面講購入跟 野獵素材商的購入 這兩個其實都是一樣花 100寶珠來換一顆 那這裡有寫到鬼火系統的能力 然後報復系統的能力 但我目前還沒 找到這個系統 而且我上網去查也一直都沒有人在提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等到時候可能我再來看吧 因為系統set 這個我不知道是從哪裡開 那我目前知道的是因為60等還會開一個巔峰等級 只是因為巔峰等級 那個東西我目前有看到 他的巔峰等級跟 暗黑3的不一樣 暗黑3的巔峰等級是純粹能力增加 但是他的巔峰等級會有點像是天賦術的感覺 所以我不知道剛剛那個是不是跟巔峰等級有關 但是 至少 就現在遊戲裡面來看 我們技能雖然只有這幾招而已 但是透過傳說去做變化 其實還是 會有蠻多玩法 再加上他的 傳說寶珠 目前應該好像有將近30種吧 一個傳說寶珠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被動技能 也就是你一個角色身上有 六個格子可以傳說寶珠 那這六個格子就等於給你用 六個被動技能 再加上剛剛那個系統如果再加上去的話 其實 玩家的變化組合還蠻多的 那麼現在台版沒有開因為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對 網易那邊他們要開國服 那國服的話 就是23號開 所以等於是所有的華人區域也不是只有台灣 台港澳啊 馬來西亞菲律賓 反正有華人比較多一點的地方 還有新加坡也是 他們就全部通通都統一23號才開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怕 大陸玩家都跑到國際服去吧 就是那種比較會玩遊戲的玩家 其實在大陸那邊的 都不喜歡在國服玩 那至於原因的話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